首先要求user key 一个数字进来 另外的话我宣告一个 x 去取得 1 加到多少的某一个数字 再来的话就是 total 为多少 total 为多少的话预设我给它一个 0 预设值为 0 接下来的话我跑一个回圈 for 回圈部分的话一样 这个条件里面有三个 一个是初始值的话我给它是 1 然后条件的话是 i 小于等于 x 然后再来后面的话是一个 这个布径加加就加1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让它跑这个回圈 跑完回圈之后把 total 给秀出来 加的话当然 1 加 然后再来就是 2 加 累加3 一直累加下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首先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这讯息的话我们就输入 100 这样的话它就直接按确定 它会把 1 加到 100 的结果把它秀住 OK 那这个是这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部分 OK 那再来的话如果说呢 我希望累加的部分 不是 1 加到 2 加到 3 而是怎么样呢 是这个地方我要偶住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是 2 4 6 8 10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可以在哪边做判断 判断的方式当然很多了 其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式 这边有提供 这边的话呢 刚刚是加加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在布径的部分的话呢 加等于 2 也就是说呢 我累就是说中间跳一个 不是加 1 而是 就是 这等于是 2 比如说 这个地方呢 如果预设是等于 1 的话 那再来下一个就是 3 3579 OK 那这里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地方 这个地方是 正偶数 那我们 这应该是 13579 那如果 这个是奇数 所以我如果说 希望是偶数的话呢 那我初始值就不能是 1 那应该改多少 改2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是 1的话 它就变13579 那如果是 2的话 就 2 4 6 8 10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如果 今天程式稍微改一下 如果是奇数的话 那就是这个 珠子值就 1 1纸类推 那这边的话 我把它执行起来 按确定 OK 然后 这边 这边我可以怎么样 正偶数的话 如果也是一样输入100 那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呢 它会帮我 珠子值是 2 然后 2 4 6 8 10 最后 当等于100的时候 就跳离 等于的时候 它还会进 OK 然后 25 50 OK 也就是说这地方呢 它基本上 等于的时候呢 100的时候 它还是会进到里面 所以 2到100 那其实 除了这样的方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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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这个偶数部分的话呢 当然 你也可以在里面呢 再加上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 if 你可以用mode 前面我们有一个 那个求余数 如果是偶数的话呢 你可以不要在布进里面 去设条件 那个布进部分 去修改 而是怎么样呢 你进到回圈里面先判断 如果那个值 它是什么 它是偶数 那偶数怎么判断呢 如果mode 百分比那个符号 等于0的话 也就是它是什么 能够被二 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那就把它加 如果没有的话 不能整除 就是偶数的话 有余一的话 那就不要做 这个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 比如说 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是 加种 某数 应该这个 某数的加种 一加到多少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是 某数 某数的这个 应该这个是加种 这个是 就是偶数的加种 我想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练习 试试看